若说这几个月能频频出现在营评前,不仅是有热门的新剧与观众们见面,还参加了多档晚会、综艺节目的女明星,相信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李亦彤吧。 除了与杨阳主演的军旅剧特战荣耀热播并获得网友们的高度关注,时常能登上网络热搜榜外。 还出演了电视剧特工任务,县里二十大影片中国青年,我和我的青春,同时还参加了央视近期的五四晚会以及王牌队王牌第七季,您好星期六,古运新生等收视率极高的综艺节目。 不得不说,如今李亦彤早已跻身当红女明星的行列了。 随着对李亦彤如今的名气,热度的热议,网友们都忍不住感叹,谁能想到当初还做过赵丽颖的替身演员的她,如今的演绎资源已经逐渐与赵丽颖匹敌了。 所以她的逆袭经历,更是被网友们赞为又一位替身演员实现翻身的经典故事。 而许多网友却是在李亦彤越来越红后,才知道她此前居然是赵丽颖的替身演员一世。 因此也分析出为何赵丽颖的不少替身演员,也包括其他明星的替身演员们之所以很难像李亦彤等人一样实现逆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与郑主长的过于相像,必然也失去了独特性。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盘点那些明星们足以以假乱真的替身演员,如热巴替身非常有气质,与她十分神似,而赵丽颖替身简直一模一样。 虽说他们不能走到人前实现自己的大红大紫,但也能为影视剧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想必大家也都知道,赵丽颖虽然很努力,但也因为此前繁忙的荡期又或者是一些专业的戏份,所以她也不时被曝出许多作品里使用不少替身演员。 而她自己也非常尊重这些替身演员们,尤其是与自己十分相像,解决了不少拍摄难题的一位替身演员。 从俩人的合影不难看出,他们不仅身材,背影非常相似,连脸型,五官也极为审似。 当他们保持一样的造型同框时就像双胞胎般,如果不认真辨认,很容易辨认错了。 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最近因为孟华露的热播,且口碑极佳,因而热度与关注度也大幅上涨的神仙姐姐刘亦菲。 她的替身演员跟她的相似度可以达到70%以上,除了长相一样甜美外,连刘亦菲的仙气也同样拥有。 不得不说,神仙姐姐的替身演员果然不同凡响啊。 而素有收视女王,流量女王之称的杨幂自然也会使用替身,且为了不让观众轻易发现,杨幂在聘用替身演员时有着非常高的要求。 不仅要背影,身形相像,特有的饱满额头以及眼睛等也尽可能相似。 所以,杨幂的替身演员曝光后,大家便能发现他们二人从侧面看,简直长得一模一样。